全国客家日活动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 那么今年的客家日活动特别盛大 分别在16和19号两天要举办两场大型的音乐会以及庆祝活动 而在昨天的记者会现场呢 特别请来小朋友唱客家童谣为活动暖场 来传达今年乐活环保爱地球的活动主轴